好不過剛剛可以看到這業者他們是有澄清啊 同時說是因為來不及報廢就被積慘 不過他們同一間公司旗下還有一間銷售日本和牛的店面 一大早就有顧客上門消費 這一塊 打開冰櫃拿出日本鮮嫩和牛 店家才剛開門營業就有顧客撿來取貨 不過近日食安問題頻傳 就連和牛也截然連三倍爆出保存不當 早就過期了 這間位於內湖的和牛店 他的工廠在細紙 那前陣子呢也被衛生紙積查 含有一千多公斤的牛鞭肉 還有牛油都已經過了賞味期限 現業者呢要在期限內交出證明 否則將依法開罰 被查扣的賀子儀式牛肉 在衛生局純述封存 而同家集團下還有這一間和牛食途 同步也被主管機關機查 老闆也大聲喊冤 基本上都是效期面的東西 那如果客人有疑慮 我們都會回收做幾面 確認有問題 也會就是全部退還給客人這樣子 本來是在帳上的東西要達到報廢 那報廢要處理 他有一個跟會計師 跟報廢的公司處理的流程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會 擠一批貨之後開始處理 就怕受影響業者澄清 是因為來不及處理就被查封 而其實日本和牛多半採冷藏進口 保存期限最多三週 會先加工後分裝送進冷凍 按照條例 每兩個月就應該要自行送驗 只是這次原肉有送驗 但牛鞭肉以及牛油沒有驗就出包 短時間你買了那麼大的重量 然後你要在一個月或是展位期限 銷售完 以我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那是有一點難度的 就擔心還有更多和牛爆出過期 消費者悠心忡忡 只盼相關單位加緊淋青 並免更多人受害 記者為林延誠 緊湧哲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